我欢迎美日一打回答一下测宝的眼花问题啊 第一个测宝说 你看我这个草莓啊 叶子尖尖啊 那个干干的是什么原因啊 这种是缺过水 小灰你发现了吗 你那个草莓缺过水 是不是叶子就开始发尖 这把缺过水不影响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你这个叶子皱皱巴巴的 它缺一些微量元素 你用点肥料啊 别舍不得用 老叶子这样没事 它会长新的 你看你那个心里边长很多心叶 别跟船棚似的 纠结的那个劲 天天给长不开的 下个测宝说 老花一帮忙看看 这个就是红蜘蛛了 咱们上期有跟大家讲过 它是满虫类的 因为这种情况 一定要用水冲干净 然后坚持的去打药 连续的去打水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 一定要喷到叶子背面 好吧 你要实在看的难看的话 你就剪凸了 它还会成长 这玩意很好 下个测宝说 这是我们家的榕树吗 这个 看样子是榕树 需要怎么养护呢 这个在南方全是照 它喜欢水 但在北方你盆栽的话 你光照不够 水给多了也容易烂 可以弄造型不 家伙你要弄造型 费那大劲了 你照不了 我都不照不明白 第四说可以摆家里 你别摆家里 爱摆哪摆哪 你只要有钱 你摆床头上都行 树顶感觉要凸了 可以锯了它 这不是幸福树 这是榕树 别的没事 养着玩呗 吃点东西 记得勤修剪 每年春天 就五一前后的时候 记得修剪一下 记得施肥 它会长得更壮 它顶边能不涂吗 你也不修剪 也不施肥 好吧 记得松松土 修剪 施施肥 明年春天的 如果说你现在在室内 它正常长的话 也可以修剪施肥 好吧 下个测宝说 这咋回事 咋解决 这不烂了一根吗 还是怎么说 下边这就埋得太深了 导致根烂了 应该是埋得太深 记得把那个吐没事 别埋那么深 那就跟人穿袜子一样 到这个脚脖子这顶天了 好家伙 你一个袜子穿到脖子那去了 连体裤 那不闷吗 太闷了 吃饱 然后上面叶子有点黄 发财数也是一个道理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的修剪 也是春天 修剪了记得试肥 你不剪 跟头发一样 你长长了 都打柳了 我那天 跟我大舅子似的 那哪行啊 你得修剪 那长新的 下个月测宝说 养了四个月变黄了 这种水培的 一个是蜜 蜜的时候不通风 叶子不就黄吗 第二个呢 你到这一盆里边 有几十颗呀 你那一小盆 有多在这营养 你做到土上 你再试试 营养不够 还有一个就通风畅 缺营养 下个测宝说 咋不发芽了 你这块给它晒胳膊了 哪有埋这么深的 天哪 你这还放着茶叶水 哪个老师教给你的 教茶叶水 传朋友你教给他的 小灰你教的 别嘎嘎 一个斤的教茶叶水 这玩意是习惯 但你别这么 扒拉猛晒 球在很高温的时候 它也是休眠的 你们记住这个点 就是说 这高于三十度的时候 它就休眠了 这个花手可能是广东 你放到室内那天 它长长 光照慢慢见 你别当一下见那么多 还给茶叶水 你给我点茶叶水 我喝了以后开心 能跟你多聊两句 这玩意儿茶叶水多了 就上茶秀上水讲 别的没啥 觉得不热机点个赞 不是老花一 养花最多一 白了 喂 哈哈 我给 听我不知道